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但这个是需要正量的 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机器 它一起练就开始分别出去了 它不是由你控制的 你说我不分别它在刹那之间就过去的 因为你的机器的用作模式就是这样 你要把这个机器改了 改成一个不分别的机器 就是把这个机器改装一下 改装成更高级一点的 就是修正 转化气脉 转化气脉的过程 有时候我们转化气就是侨心 侨心也是修气 它是一码生性是不二的 首先你要在整个的侨的过程 你要得到要正界 要正确的界地导入你 你才能走向那个重点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学佛法 佛法就是正确的建议 我们经常会相信 我们也不是不信佛 而且很多很多的杂念 我们永远达不到一种性的力度 我们这个相信 就像水面上飘着的一个稻草 就是很浅 因为我们相信 并不是说我们忘记了什么 但就相信 我们不可能为这种性 而付出任何东西 因为这种性很浅 它稍稍碰到我们的利益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性 并不是不信了 只是这个性先放在一边了 我们去做别的气 因为这个性是无法跟我们的自我抗衡的 甚至于说到之后 可能我就不信了 或者是我们信得很浅 就是完全可以把它 如果这个东西信 在你心中很深的信的话 它怎么可能给你的一些东西 你可能为了这点东西放弃这个东西 它不可能就是信的深度不够 对 因为它是我们这个机器的用作 就决定了 我们只要是个人 我们就不可能深信 除非你正入进去 你跟着它那个佛法 你正到它里边去 你跟它相应了 你就信了 因为它就是你 你怎么能不信 它就把你印进去了 很多东西 你没有事 你说说 你相信的就是 你怎么可能 对 你感染了 得到 你 看 我